印象最深刻的橋段 其實很多橋段都蠻深刻的 但 像第一集的部分 就是在最近預告常常播到 我被啟動的那個橋段 其實印象蠻深刻的 除了在準備的過程很深刻 因為要不斷的健身以外 那也要 突破呢在這麼多人 面前穿的 幾乎算沒穿啊 赤裸裸呈現給大家 然後 又要化解尷尬的情況下 演出那個很完美的感覺 讓我印象還蠻深刻 那聽說機會上很喜歡吃台灣的食物 像是蒼蠅頭啊這些 好像昨天演出挺嚴重的 那吃過之後可能會告訴你 我沒有食物 對,對,對 我很喜歡台灣的美食 所以在台灣拍攝結束了 那我喜歡 昨天也吃了雞豆腐 我都沒過 他很喜歡台灣的美食 那也胖了很多公斤 那昨天他們也有去夜市去吃那個臭豆腐 其實我們這部戲 除了更忠於 跟日劇比起來更忠於原著之外呢 還加了許多台流的元素 那我覺得在集結這麼多優秀的演員 其實是更有看頭的 就是完美情人啊 到底你們生命中已經有出現過嗎 要不要再講完菜 因為剛好都沒有正式的回答 大東先好了 那條件是怎麼樣 條件怎麼樣 我當然是希望說他可以 就是會做菜啊 然後孝順啊 對 有出現過嗎 本來以為是 但最後發現不是 但我覺得其實 不管他是不是你完美心應的那一半 但其實你在那個過程 我覺得那是值得回味的 如果有的話應該是現在還跟他交往吧 應該有出現過的我覺得都算是我的完美情人 對 現在的算是最完美嗎 還是他也有一點缺陷剛好是你喜歡的 應該你也有缺陷吧 對 對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這題 那有沒有說收視率如果有多少 我只想要更回饋一下哥們 還能 還能 把馬賽克拿掉嗎 收視率上升的話就全脫了 全脫 好啦 收視率上升就把馬賽克拿掉 我們先拿一個破2 破2之後看他 破2綠茶先脫啦 破3就坤達嘛 破4納哥 破5就我脫啦 你說的喔 你就是破1嘛 我們 難道我們只給自己這麼小的目標嗎 就是慢慢慢慢越來越挑戰越來越難 嗯 好 有 有道理 可是 我們跟漫畫的結局是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因為我記得 當初拿到最後一集劇本的時候 大家在看的時候都覺得好 好鼻酸喔 就覺得很感動的一集這樣 大家在戲裡面算是比較苦情版的大人哥嗎 欸 對 他們就是有這樣說 不過 我記得我們這部戲其實比那個 我不會愛上你早拍完 只是我們比較晚播 對 所以也 對 就是他是一個很痴情的 就像李大人一樣是一個非常完美的 但是大家又覺得這種完美就好像不存在的感覺 對 你自己會不會擔心大家拿一個李大人的角色做比較 不會啦 因為其實完全不太一樣 而且就是柏林真的演得非常的好